Hello, 大家好,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我們107平方三房兩廳一位的壺形 這裏也是一個獨門獨戶的壺形 現在我們進去看到是一個膠樓標準 所以它裡面不是我們樣板間的設置 你看到的就是入門有一個鞋櫃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多了一個陽台 因為它整個飯廳和客廳非常寬闊 那邊是陽台, 這邊也有多個陽台 所以一旦打開兩道門它的扯風是非常清爽的 由於它有兩個陽台 所以它的洗衣機的設置可以放在生活陽台 而景觀陽台就可以看出外面的山景 大家觀眾朋友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也是很漂亮的 那一打開窗, 山風吹過來, 陣陣很舒服的了 那一個這麼大的客廳, 非常之氣派 你放你想要的勾式或者中式家具都OK 那同時它的廚房也很大 然後我們去廚房看看 你看, 廚房是一個L型的設計 那這邊就是洗手台, 爐灶 同時有一個很雙推門的窗 所以不怕很焗的 油煙方面一打開窗就已經OK了 然後這邊可以安到一個非常大的雙門冰箱 我們大家看看這個雙門冰箱的位置放在這裡都不怕的 很寬闊 那同時它一看在廚房裡面看出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飯廳了 其實吃飯那個時間呢 人多熱鬧好 只要你推開這個生活陽台的一個窗 它空氣一對流的時候 那陣陣的飯送香 甚至乎可以飄到旁邊的屋去 OK, 接著我們進到 喔, 講漏了 觀眾朋友, 不好意思, 我們回回頭 我們看看那個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這邊呢 可以放到這個熱水器 我們的洗衣機 同時呢, 生活陽台看出去也是圓林景觀 可以看到我們做一個圓林的一個設計 我們看到整間房間的廳非常之大 我們看到整間房間的廳非常之大 然後呢, 我們去到房間 因為這裡是第一個洗衣間 這個洗衣間做了一個乾濕分離的設置 並且還做了一道門 做了一道門 跟我們的洗衣間 和外面的生活陽台做了一個區間 我們看到裡面是洗衣間 和它一樣做了一個很帥的防滑瓷磚 也都是有窗的在這邊 同時呢, 我們看到外面的 有一個鏡櫃很大 在這裡 平時呢, 我們的牙刷、牙膏、杯、洗面奶 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洗衣盆也很闊落 也都做了一個圓空設計 方便我們去做衛生的 好, 我們來看看這間房 兒童房 兒童房 兒童房呢, 因為它沒有做任何的一個佈置 我們就看到它更加的寬闊整個兒童房 亦都是望山景的一個兒童房 好帥 客房呢, 是望遠林景觀的一個客房 客房呢, 還有一點呢 是要跟大家去講講, 你感受一下 因為來到這個位置呢 它原本是一個飄窗來的 這個飄窗的位置呢, 就打了出去 就變成一個贈送的面積 這裡呢, 差不多有成1.7個平方米 那我們整個客房來講呢 其實是很寬闊, 很大的 客房看出去呢, 也是圓林的景觀 有朋友來這裡住的話呢 招呼他, 絕對不怕失禮的了 這個景觀 然後我們去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這邊呢, 只是贈送面積到1.8個平方 就是把那個飄窗的位置打出去 所以這裡放一張米8的大床呢, 完全沒有問題 是, 接著呢, 它還有一個設置 在這裡可以放兩邊的一個衣帽間 在這個位置呢, 做一個衣帽間的話 我們很多的平時的衣帽啊, 床鋪啊, 屁帽啊 放在這個位置, 完全OK, 沒問題 同樣呢, 它的洗手間裡面 也是乾濕分離的一個設置 三個市正的房間, 兩個洗手間 還有一個超大的客廳 連同我們的飯廳 這間房來講, 可以真是好洗好用 而且是南北對流 Mango誠意和你推薦107方的這個戶型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點擊我們的這個頻道 那麼, 留下你想了解的內容 我們的同事呢, 會第一時間回覆回來的了 接著我們去看看另外一個戶型